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指不要放在中间 很多人常常会被缝隙所夹伤 再来我们张开手臂 平行放下即可 骨针收纳时 可以直立靠在墙边 针头在下 针尾在上 搬骨针时 与针面对面 先蹲下将针搬起 然后旋转 与身体呈现垂直状态 注意身体不要太靠近前旋 以避免弄到针柱 接着 先放针头 后放针尾 针头下的龙足 刚好可以卡住针架的右侧 针尾的后跃扇 则对其针架的正中间 放好后 请后摇一摇 确认是否平稳 如有摇晃 请检查针架是否有放在正确的位置 然后稍作调整 再次确认它是否平稳 若不摇晃 就表示完成了 弹完针后 将针搬起 旋转 再立起来 接着用脚抵住针头 不要让它直接碰触到地面 避免受损 接着我们将针轻轻斜靠在墙边 这样就可以了 在收纳的时候 也可以将针架放在 古针与墙壁间的缝隙 这样摆放既节省空间 也兼具美观哦 今天的课程结束了 大家是否受益良多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到我们的粉丝团 帮我们按个赞 并且订阅我们古针小学堂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古针知识哦 那么我们下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